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配电源上 从而使它处在一个类似于充电的状态下 如果发生停电 项目与设施之间的应急屏障将会关上并立刻进行疏散 当设施恢复供电时 必须交替使用X射线和紫外线脉冲屏闪这个区域 直到SCP-002重新连接上电源 并进入充电模式为止 整个收容区必须保持在负齐压下 必须随时有一个由最少两名人员组成的队伍在SCP-002或其收容区的20米范围内 工作人员必须互相时刻保持身体接触以确认另一人仍然存在 因为接近项目可能会使感知变得迟钝 扭曲 或受其他影响 三级以下的人员禁止进入SCP-002 此限制可通过两名四级管理员的书面授权免除 发出此授权的指挥人员必须在人员进行接触期间 由最少五名三级安保人员陪同 并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职位及安保等级 在进行接触后 指挥者将会被护送至离SCP-002最少五公里外的位置 进行最少712小时的隔离及精神状态评估 如果精神评估部门工作人员认可它适合回到岗位上的话 职位及安保等级将会在结束隔离后恢复 描述SCP-002外形象一个体积约60立方公尺或2000立方英尺的肉流 其中一侧立有一个能通往内部的铁制带有阀门的舱门 其内部看起来像一所有着市中大小的标准连租公寓 其中一面墙上有一扇毒窗 但从外部并不能看到这样一个看 如果您还没有加入DAPTOPER group 如果您还没有加入DAPTOPER group 现在就加入 我们回去 项目编号 SCP-002项目等级 Euclid特殊收容措施 SCP-002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连接在适配电源上 从而使它处在一个类似于充电的状态下 如果发生停电 项目与设施之间的应急屏障将会关上并立刻进行疏散 当设施恢复供电时 必须交替使用X射线和紫外线脉冲屏闪 关于发现该项目的过程细节 参院Malhausen报告引用于文件000.0230.603 参考资料 至今为止 对象已经造成了七名人员的消失 在收容设施里的这段时间中 它又为自身天设了二盏灯 一张地毯 一台电视 一台收音机 一张豆袋以 三本以为之语言写旧的书 四个儿童玩具 以及一株小盆栽 使用各种实验室动物 包括高等灵肠类 所进行的测试 无法使SCP-002做出反应 使用尸体 亦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无论目标是通过何种过程将生物物质转化为加剧的 显然只有引入活的人类才能推动这个过程 查看Malhausen报告文档编号 000.023 0.603 Malhausen报告 000.023 0.603 以下是关于发泄SCP-002的细节过程的简短报告 项目于其脱离轨道撞击地球时 在葡萄牙北部留下的一个云坑内被发现 它被一层厚岩石壳包裹着 其肉质表层在撞击时曝露了出来 一名当地农夫偶然地发现了它并告知了村长 当一名四级特工在此区域检测到项目产生的小剂量放射性异常后 项目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 一个由Malhausen将军带领SCP安保人员组成的搜集小队立刻被派遣到这个区域 他们很快将项目保存在了一个大型容器里 并从附近的村落中招募人员对其展开初步测试 三名男人分别单独进入了建筑并先后消失 在发现项目的此一致命性之后 Malhausen将军发布了4A及目击者处决命令 大约整个村落的三分之一 以确保该项目的消息不致外泄 并且开始将它运输至SCP设施数据删除 在运输的准备过程中 4名SCP保安人员被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吸进了项目内 并在其中瞬间消失 在接下来的检查中发现 项目似乎藏出了一些新家具 而且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公寓房间 Malhausen将军马上下令征用一些三级Hesmet防护服 给予残存的安保团队成员 让他们将容器搬到待命中的货船中 并将其运送到SCP收容设施中 数据删除 数据删除在Malhausen将军被处决后 SCP-002被SCP人员重新控制 并存入位于机密的特殊收容中 即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Malhausen事件后 除非拥有最少两名四级人员的优先批准 全现在三级以下的人员被禁止 进入SCP-002的容器中 This is the end This is the end This is the en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